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局录像吧 这两把的话是我自己打的 质量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只能选这个哦,是个新果仗 那为什么质量不好你还要用呢 是因为没什么素材啊 如果所以如果你们看不到 接下去的更新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素材的 所以就没更新了 然后因为我自己最近自己也不怎么打嘛 那肯定就更加没有素材了 我这边有个AOE嘛 那我就选择开这个AOE了 你先开嘛,你这顺手什么的其他在用的时候 这个有什么名堂啊 这个让我体力流失不挺好的吗 是个无果啊 这个因为这个是个新果仗哦 然后你看令其失去一点底力 然后其获得你弃致的一张牌 因为我是个血将 其实我可以不开这个拿马 把它锁在手上 如果我不开这个拿马 因为如果我不开不调剑的话 我肯定不会开这个拿马的 然后这真机就很莫名其妙 就很明显没什么队友来让你为什么要出来呢 哎呦是个死马 哎不错 还能给我补两张 这个草皮打的是七处啊 你翻一小小的干什么 肯定是翻八号位啊 嗯 因为我们已经出来三个卫国了 其他人不是卫国他肯定会去捞八号位 因为你有草皮肯定会去捞这个八号位 然后盟军 你说盟军嘛 就是抗位的 没有没有动过牌 就没有出过桃子 他肯定是有桃子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嘛 你去翻一个小小没没网用啊 请休息吧 那我们只能把这个桃子的热挪了 偷这两个人 我们不要去偷那个酱油被我们热的两个人 有点小弱鬼的味道 9杀了 应该能出个桃子吧 我的五号位 这个现代刚刚赶了之后可以给随便给人 牌了 挺好的 放出完呗 随便可以放给四号位 也可以放给四号位 你放给四号位嘛 赌他是你的队友 加强一下他的防御 加强一下他的防御 有失乐呀 真的 再放一个人 这里我们只能去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们赌下这个刚才司马裸摩的两端牌里面有个闪电牌 如果有闪电牌的话 他就可以把这个草皮批死 就把这个蔡文基批死 但是他是裸摩的两端牌 那这个东西就跑出了是不是 那我们只能说 把这个热挪给他 让他把热除 这里我不舍得掉血 第一个这个因为有煞猴针的血 去乱掉的话感觉也挺亏的 第二个你血量高嘛 那到时候草 就是这个草率驱火 你这个是比较稳的 又能回敌血了 又能回敌血了 诶 TNP也不错 那这里其实非常难打 因为这边是一个神庄的一个路江湘 而我们这边 人说就是 就是这个草皮已经被断场了嘛 那他只要 呃 逐个击破 先把这个真机打死了 然后再 再打我们 这隔菜条用的太早了吧 你先过牌嘛 你说明两个给我拆 然后把我这个手牌拆关 或者把真机这个手牌拆关了 那你可以九杀了是不是 这一手真的是打的臭了 你可以 这手你要怎么打呢 你去杀这个四号尾 不要九杀 你杀这个四号尾 然后刮死这个 刮死这个真机 正常来说这个四号尾应该会犯行的 就是你杀他一刀 他三滴血 然后你刮他嘛 他肯定是要犯行的 他肯定是要犯行的 那我这边我 我又打错了 我套了一个判定 然后 不过从后面的结果来看啊 我可以多过一张牌 因为那个闪 相对而言 他其实是个废牌 我们看到了一个赵云 逃跑了 所以这一把其实 总体来说 主要是村山羊凶亡的 所以实际上来说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啊 那后面 打一个逃跑的 你就不用怎么说了嘛 我给自己补吧 给自己补吧 给自己补就直接给他 交做人了 那我们其实也算是 也不能算谈谈真正的三打五了 一个村山羊送的嘛 看第二把 这是我打的吧 我选什么好呢 我们选择了二张猪鱼 打一个稳定流 选择了 抢了个手量 诶 顺到一个无邪 这个很曖昧 然后我们没有摸到装备 然后被消了 他见谁消谁 等个寻遇 你得等死啊 等个寻遇 四号位没动 没有杀他 这四号位没动的话 我们先给他标一个飞无吧 我们出呼吸还是出闪 然后就这样 就结束了 然后下一把了 是吧 那应该是这样子 独猫又不是不能玩 这个游戏不是说 一定要开团他才能赢 那你喜欢开团 那只要可以玩生命场 就得了吗 或者玩4B4 那个是明摆着 会有队友的 我们这个 队友出来了 只比了一下四号位 先替听行道 然后就是一个猪脸不用 一个阴阳鱼不用 其实他这里其实可以 直接就打一波了 得了 你都亮了 那你肯定是要打熟出的 然后五号位 我建议不要打 因为五号位 你想打也行吧 因为我们现在出来两个人了 你说你打他也行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用一下猪脸可能会好一点 直接打输出嘛 抉择吧 抉择吧 这个反应还是挺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 可能还有五 三号位没有冰凉 那其实感觉来说他不像五 但是也不好说 他可能很猥琐 那五号位他肯定是五果 而且五号位他应该是一个周泰了 我感觉 但是他不亮 因为他不亮嘛 他有这么打呢 那我觉得他是个周泰 迟也 终于被我们给逼出来了 然后拖了两个桃子吗 真的是 我们手上是一个明桃 然后这个三号位 其实三号位如果他是个五果的话 他应该就亮了 你想啊 这五号位他明白的是五果 这五号位不是五果 我真的不知道他打什么了 对吧 对吧 因为这个五 这个五号位他明摆的是五果 他不出来 而且这个人是个周泰 他都不出来 这个打的锤子 这个真的是马后炮了 对吧 因为这个从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就是全场的势力 他都是挺明白的 非常非常明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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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给他一个闪 因为我们给他一个闪 然后他这边 只能这样子嘛 然后就这么赢了 所以准挺来说我觉得 质量一般吧 这个人是个宣传家周泰 这个真的是 而且手上还续抱着 两个武器 其实技能我 真的非常非常明白 这个陆训跳的身份 然后本期这个视频嘛 就这样吧 所以我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